这时,夜沉面色淡淡地扫了那商铺一眼,而后随手一拳轰击而出,魂体转化施展,这一拳之中巨力呼啸。 轰弄一声巨响,夜沉的拳头狠狠地砸在了商铺的墙面之上,防御阵法的光芒狂闪,但在那巨力的侵蚀之下却是飞快地破碎着。 整个商铺转眼间化作了废墟。 众人瞳孔一缩,夜沉实在够狠,竟是一拳直接将玄区的商铺砸没了,同时,他们也是一阵惊悚,这力量有多大。 要知道,建造这商铺所用的可都是上等材料,就被这么一拳砸得粉碎。 夜沉看向那青年道,嗯,还要我告诉你第二个选择是什么吗? 那青年咽了口唾沫疯狂摇头道,不必,不必,咱下愿意选择与玄渊公子进行交易。 玄区所在的府邸,那名留着八字湖的中年人正在不安地来回走动着。 玄徒已经接到消息,他们黑市之中有大生意的三家商铺已经全部毁在了夜沉的手中, 甚至连买卖都被玄渊全部抢走了。 而这件事在盛天城也是传得满城风雨,可关键时刻,他竟是联络不上玄区了。 这几日,玄区一直不出面,而夜沉又表现出了逆天的强势。 盛天城中的众人都开始议论,玄区是不是怕了夜沉。 不仅生意快要做不下去了,甚至玄区都开始被人称为缩头乌龟了。 这样下去,原本身为玄妖族第一妖孽的存在,就要沦为一个笑柄了。 该死,少爷他到底怎么了? 另一边,夜沉看着玄爵问道, 这几天玄区有没有什么动向啊? 还有,查到玄雅的位置了吗? 他破坏玄区黑市生意的时候, 没有让玄爵闲着,而是让他去注意玄渠的动向。 并且调查玄雅的位置, 玄渠为了证明真心, 要用最传统的方式举行祭祖大典,再迎娶玄雅。 而在大典之前,两人不可以有任何接触, 甚至要待在不同的地方。 所以玄雅肯定不在玄渠的釜底之中。 玄爵道,这几日,玄渠都在闭关之中, 一步未出,即便城里已经将其传为缩头乌龟了, 他还是没有出面,至于玄雅姑娘的位置,我也查到了。 说着,他拿出了一枚玉剪递给叶辰道, 这里,就是玄雅姑娘被软禁的地方。 有一名环真一层天强者镇守。 叶辰目光一亮,看来让玄爵帮忙是正确的选择, 其在圣天城内搜集情报的能力可以说是顶级的。 他接过预检,目光一闪道, 通知玄渊,我们去救人。 实际上,叶辰之所以做了这么多, 主要目的是分散玄渠的注意力,削弱他的力量, 好争取时间查出玄雅的所在, 然后进行救援。 不得不说,叶辰成功了。 虽然玄渠没有露面, 可却是在自己浮体四周加强了守卫力量。 几乎将带来圣天城的圣日城供奉, 全部安排在了自己身边, 就是防备叶辰与玄渊发动突袭。 毕竟叶辰展现出的战力已经让玄渠感到威胁了。 如果玄渊和叶辰真的找上门来, 他只能靠着比圣日城供奉更为坚实的力量来抵挡, 而不是自己出门与叶辰战斗。 原本负责看守玄雅的一名供奉, 亦是回到了府邸之中, 这就是让叶辰有机可趁。 当晚, 叶辰便与玄渊来到了一座郊外深山之中。 之所以带着玄渊是为了防止意外的发生, 比如圣日城供奉突然出现, 叶辰对自己如今的实力虽然有着几分自信, 但自然不可能是那些隐藏的还真镜中后期强者的对手。 所以需要玄渊进行制约。 玄渊身边也有一名圣月城供奉进行保护, 这名供奉的实力亦是极其恐怖, 不过他同样不会主动出手, 以免挑起圣日城与圣月城的战争。 所以这一战基本只能靠叶辰自己。 虽然叶辰若是借用玄寒玉以及朔老的力量能够勉强对抗还真镜强者, 但叶辰不打算这么做, 如今他本身的实力已经隐隐接近还真一层天, 即便有差距也不是大到无法弥补的层次。 而玄寒玉、朔老以及轮回墓地大能的力量, 不到万不得已, 叶辰不会使用, 这是他的底牌。 很快, 一座庄园便出现在了叶辰眼前。 庄园门口有两名玄妖族人把守, 不过两人的实力都不算太强, 只是始源巅峰存在。 叶辰让玄渊留在庄园之外, 而自己便施展隐匿之法, 潜入了庄园之中。 魂体转化施展, 强大的神念之力瞬间涌出, 很快, 叶辰便发现了悬崖的所在。 当集齐身形移动, 便要朝着悬崖的房间而去。 可就在这时, 一声抱贺骤然响起道, 是谁? 胆敢擅闯此地? 叶辰闻言, 神色淡淡地站在原地, 没有露出什么惊讶之色。 他的神魂之力强大, 可以瞒过他人的神念探查。 但这整座庄园之中, 都布置着一座大镇, 想要不触发大镇, 接近悬崖的房间很难做到。 而且想要带走悬崖不被发现, 几乎是不可能的。 很快, 一名身材高大, 满头金发, 眼角向上, 无比凶利的中年男子, 便出现在叶辰面前。 这名悬崖族人, 名为玄镇, 便是镇守此地的环真镜强者。 那人看到叶辰的瞬间, 便是瞳孔一缩, 沉声道, 你是叶辰。 这几天, 叶辰在圣天城可谓是名声大噪, 想不认识他都很难。 叶辰面色淡淡道, 我给你一个离开的机会, 最好不要阻拦我。 若是换作平常, 叶辰可能会选择直接一战, 但现在以救人为主。 那调研角男子文言哈哈一笑道, 小子, 你以为有几分天赋, 就真的无敌了。 你的到来, 早就在玄区公子的预料之中了, 否则, 你以为你的人, 能那么轻易地查到此地的存在吗? 叶辰文言, 目光微微一沉, 玄镇见状, 面色却是越发地得意道, 你给我一个离开的机会, 我可不打算给你的。 震气! 他低声一鹤, 下一刻, 叶辰脚下骤然爆发出一阵光芒, 将其瞬间笼罩在了一座大阵之下。 这大阵之中处处被金色雾气弥漫, 隐隐荡漾着危险的气息, 而玄镇的身形已然消失不见。 他潜藏在暗处, 一双吊眼, 凝视着叶辰, 原本他以为叶辰被这座大阵困住, 应该马上会露出慌乱之色, 可是他错了。 此刻, 叶辰依然保持着淡定。 玄镇微微皱眉, 这大阵的威力他很清楚, 此阵名为妖阳金光阵。 传承自太古, 在这大阵之中他几乎掌控一切, 如此在天一弯, 可叶辰为什么还是如此淡然呢? 突然间, 叶辰转过头看向了玄镇所在的方向, 淡淡道, 这就是玄取准备的后手, 可惜, 对我好像没有太大作用。 玄镇见状心神一荡, 这是怎么回事啊? 叶辰为什么能够发现自己的所在呢? 难道是懵的? 下一刻, 玄镇身形一动, 瞬间转换了位置, 同时催动大阵, 道道威能强大的金光在大阵之中显现, 朝着野尘击射而去。 这还没有结束, 玄镇手中多出了一柄金色大锤, 大锤之上金光狂涌, 环镇一层天气息, 疯狂爆发, 周身锤意惊悚, 仿佛要将大地砸成碎片。 刹那间, 伴随着那灵力的金光, 玄镇意识轰出极为恐怖的一锤。 在这重重攻击的围绕之下, 叶辰几乎没有闪避的余地。 可就在这时, 叶辰眼中却是闪过了一阵红光, 而后, 身形一闪, 以剑步融发的距离, 躲过了那金光的传射。 玄镇瞳孔一缩, 面现震撼之色, 这怎么可能? 那金光的速度他很清楚, 而且几乎是在叶辰的身侧爆发的。 想要在金光出现的瞬间进行躲避, 是根本不可能的。 可叶辰为什么避开了呢? 一时间, 他的大脑混乱了, 但其很快便把脑中的想法全部清空, 双眸死死锁定叶辰的后脑。 实际上, 那金光本就是一个幌子, 金光的威力虽然强大, 但他知道叶辰的生命力亦是恐怖。 为什么玄镇有信心靠着这大阵诛杀叶辰呢? 一个是 妖阳金光阵能够靠着灵力的金光不断消耗对手, 另一个则是能够遮掩自己的存在 以及攻击波动等等。 这才是玄镇真正的依仗。 玄镇在圣天城号称汉地锤, 拥有狂力霸体。 其一身锤道神通与其体质极为契合, 这一锤之中蕴含着极致震撼的破坏力。 但玄镇有一个最大的弱点, 那就是出手太慢。 这锤法威力虽然逆天, 但想要击中同阶对手却是极为困难。 因此一般情况下, 玄镇在战斗之中都不会使出这套威力逆天的锤法进行攻击。 那样的结果只能被对手躲过罢了。 但有这套夭阳金光阵, 情况便完全不同了。 在阵法的配合之下, 阵中的敌人根本无从察觉玄镇的出手, 其一身恐怖破坏力能够发挥到淋漓尽致。 这也是为什么他有自信靠着这阵法彻底诛杀叶臣。 这一锤之中蕴含的力量无比澎湃, 那无形之力几乎要化作实质, 隐约可见, 金光锤周围, 道运流淌, 法则之力穿流不息, 并且凝炼至极。 整个天地都似乎要围绕着这一锤而破碎。